将哲学与佛学融合在画作中呈现令人感动的角度 华为艺术新闻首席顾问颜国民赞叹夏昆奇老师 以如是道的自我修为 把哲学和佛学生活融合在画作 各个细节角度都令人感动 这是我们华为艺术新闻 在高斯大美术系的场地第一次的展览活动 那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夏老师来这里做展览 那夏老师的话实际上是他个人修行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他这一个个人修行多年 个人修得非常好 那直接的生命的礼敬直接就透现在他的座命里面 今天的主题是静静静静静 那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涵瓜了 如是道三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修持 然后所展现的一个境界 我们很高兴今天从他的每一幅画里面 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礼敬的呈现 那我们来欣赏夏老师的话 其实也是等于给自己一个回光馆照 给自己一个修行的机会 给自己一个疗愈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邀请高雄的朋友 大家有空的时候 尽量来欣赏 那借了这个欣赏的功夫 也自己要 这一个要求我们自己做一种修行 那随了夏老师的一个体会 让我们的这一个生命 也能够由这个清静 然后到达精进 然后到达干净 澄测 到达一个境界 最高位的一个境界 夏坤旗静静静静静静各展 自即日起至9月23日 在高雄师范大学 一文中心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观赏 十方新闻黄慧如 我一文高雄采访报导 我一文高雄采访报导